各位觀眾,新年快樂,恭喜發財,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帶入肚年的第一集,就以沉味老香港來打頭炮啦! 今集我們來尋找其中一陣最老香港的味道, 就說來到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客家古村麗芝禍, 來體驗地道客家風味。 不過今次行程就更進行, 在游山換水食茶果之餘,我還住在村內過了一晚夜, 我算是體驗了日與夜的風光啦! 也吃了一餐由村民炮製相當豐盛的正宗客家菜, 有豬肉坡,有鹹雞,還有羊豆腐! 所以今集行程相當豐富,事不宜遲, 就和大家去新年行個大運! 在新加東北有一條三面環山,沿海而建的村落, 來到今時今日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 它就是香港保存得最完好的客家圍村之一,黎智禍! 今早在清朝初年17世紀中葉, 已經分別有姓曾和姓王兩族人, 輾轉來到這個山卡拉開展他們的新生活! 不是說祖先很渴望住那麼格涉, 而是在宋代已經來到香港定居的遺頭原居民, 早就霸佔了理想地段, 所以客家人沒有太多選擇, 所以才唯有遷入山內! 你見有不少客家村落都分佈了在西貢、大埔、 全灣屯門這些地方,就是這樣! 其實基本上所有桃花園式的隱世村落, 背後都有一個亂世求生但求安穩的故事! 人們都是避無可避, 而一直走到這個貝山面海, 沒有人找到的角落位才覺得安全, 可以落地生根! 這裡不要說三百多年前是那個山卡拉, 就算在今時今日要進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亦正因為這樣, 所以才保存到這麼原汁原味的客家古村風貌! 想入去荔枝窩的方法其實都不是那麼多, 最方便直接的方法就是去馬尿水碼頭的三號梯台搭船進去! 雖然來到碼頭, 要再需要跟著指示牌走多幾分鐘的路, 才來到買船票和上船的地方,即是三號梯台! 船程大約九十分鐘左右, 這條航線只會在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才會提供服務, 單程票價四十五元, 內匯船票九十元! 它一日只有一班船, 朝早九點正由馬尿水開出, 之後沒有下班船, 而回程船在下午三點半由荔枝窩開出! 荔枝窩雖然隔涉, 但千萬不要低估去那裡的人流! 聽些村民說, 在節假日, 尤其是新年時, 是會多人到, 需要多加一班船才能坐得完! 我這樣一個普通的weekend進去, 首船都大約滿了七成左右, 所以是相當熱鬧的! 如果你想走人進去, 可以搭一手由三門仔開出的水上巴士, 沿途有幾個站, 其中一個就是荔枝窩, 只是在星期二、星期四提供服務, 即是不開weekend紅日這些, 而且一樣都是每日只有一班船! 錯過了船的話, 唯有從六路出發! 不論從烏膠騰, 還是從六頸進去都大約要走三個小時以上! 之前我們有一集就介紹了谷布, 都是有一條有三百年以上歷史的客家故村, 但它就沒有荔枝窩保存得那麼完好! 不過我們上次從六頸進去, 大部份時間都是沿著海邊, 是一些風景很美的郊遊步道, 而且平路佔了九成, 是一條連男子, 這個短腳肥仔都能輕鬆走到的路線! 未看的朋友, 可以看右上角彈珠的連結, 或片尾都有相關的播放清單, 可以重溫一下吧! 那天就以谷布作為終點, 其實沿著同一方向走多兩小時左右, 就會來到荔枝窩了! 不過男子體力有限, 所以我們去到谷布就打道回府! 今次有相關保育團體邀請, 邀請我們入村去體驗一下客家文化, 還安邁住宿可以過一晚夜店, 所以今天就來補充上次錯過的風景! 由馬鳥水搭船進去, 沿途見到的都是仙境一樣迷人的風光! 如果星期二星期四進去的那些水上巴士, 還有一些生態道長可以告訴你! 我去那天, 剛巧有霧, 在這個有仙氣纏妖之下的山林, 可以有一種置身在水墨畫之下的煙雨空蒙的世界, 是一點都不會輸出其他地方的景色! 很多時候一萬幾千買張機票, 非要千里之外欣賞異國的風景! 但其實在香港的山卡拉, 幾十元乘搭乘船, 都一樣看得華華聲! 這真是視乎你有沒有心去找! 由馬頭下船, 沿著這條路走多幾分鐘, 就會去到村口! 在賣料水時, 我見有不少人都是買單乘船費, 即是乘搭船進來就走山路出去, 那就不用被那三點半的船限制自己的行程了! 在這裡你可以看看這個路牌, 大概知道荔枝窩和附近幾個地方的步行距離和所需時間, 有個預算方便計劃一下之後應該怎樣玩法! 它這樣看來是一條規模不算很大的村, 但它一適入是新界東北群村當中, 數一數二最富庶的那條村來的! 在全盛時期, 有成千人住在這裡! 這裡作為香港保存得最完好的客家圍村之一, 在這裡你可以觀察到以前的村的風水佈局有多講究! 首先, 這個伊山磅水的選子已經很有智慧了! 它將村子建在山前面, 每當有強風吹襲時, 後面座山就是天然屏障, 可以遮風擋雨, 這樣才是靠山! 而它選在水流匯聚之處, 日常姦作和喜居生活都不受會無水用! 一個藏風聚水之處, 日子能過得安穩, 不會被天災打亂的計劃, 所以才有本錢發展! 這就是最賭人,最賭財的原因! 現在未必就這樣看得出, 但其實在荔枝窩村的正後方那片山坡, 是它們的風水淋漓, 那些樹是不能斬的! 在以前燒柴的年代, 要斬, 走遠一點去其他地方斬, 不可以動這個地方! 雖然這片位置, 你會見到樹比較默密和綠一點! 這並不是純粹的封建迷信, 你想想, 如果斬樹, 用什麼來擋風? 用什麼來抓緊水土? 用什麼來鞏固山坡? 如果沒有這片這麼好的林木, 山間的溪水會不會這麼充足? 所以荔枝窩的選子 是穩陷了很多前人的智慧, 一些你覺得很不科學的風水考量, 實際上對村民的日常生活, 乃至這條村的可持續發展, 都有很長遠的益處! 它這個浸山環水的佈局, 也反映了以前的人和環境和諧並存的民間智慧! 這條村的選子有講究, 這條村的設計當然不會馬虎啦! 荔枝窩村用了一個九橫三直的佈局, 變成在這九條橫行和三條直行中整齊排列! 而且這條村的前面還建了一幅風水牆! 相傳在百多年前, 這條是一條很窮的村里, 有一個風水大師經過, 建議村民可以在風水牆擋散, 圍牆外面就不可以建屋, 以免損害風水! 聽起來很無稽喔! 但又吹句不像話, 自從建屋後果然轉運, 經濟狀況改善很多, 連人都輕旺起來! 在全盛時期, 荔枝窩村一共建了超過二百多間的村屋, 但受到風水牆的限制, 不能再狂張, 所以之後陸續有人遷附近其他小型很多的村定居, 例如, 距離荔枝窩大約半小時左右報程的梅子林, 他們兩者的相對位置是這樣的, 而從梅子林再多走十分鐘左右, 便會去到甲塘, 規模再小一點! 你明顯見到, 他們的地理位置是不及荔枝窩那麼優越的, 所以很難發展到這麼強的規模啦! 這條村細穩就要聯合在一起, 方便有照應啦! 另外再加上有鎖羅盆, 有小灘, 還有牛屎湖, 還有三亞! 這樣以荔枝窩作為核心的附近一共七條村, 組成了一個聯盟組織, 叫做慶春藥! 慶春藥不是唯一的聯盟, 其實在新界東北鄰近沙頭角地區的範圍裡面, 一共有十個這樣的鄉若, 因為這裡實在太山加拉啦! 不要說山高皇帝縣, 是連地方政府這麼近, 都很難管得這麼偏遠的地方, 所以就組成一個鄉若, 來維持治安, 來解決糾紛, 以及促進區內的經濟活動啦! 例如當時的村民, 是會去沙頭角趁虛的喔! 在今時今日, 你聽起來會有些匪夷所思的就是, 沙頭角都有虛? 其實在這變成禁區之前, 沙頭角的市集東和虛, 是這片這麼大片區域的貿易中心, 可以說是勝極一時的, 連新界的粉嶺, 某些遠一點的西貢, 還有保安的龍江, 可能橫江些地方的農民這些漁民, 都會過來做買賣, 是熱鬧到講都不信啦! 是現在變成禁區之後, 才與世隔絕了, 發展停頓下來而已! 它本身的歷史和風土民城都漸漸被遺忘了, 變成一個好像很神秘的地方! 最近沙頭角算是部分解禁, 多一些生態導賞團出現, 叫做多一些人認識這個這麼神秘的地方! 看看下有沒有機會, 可以說多一集關於沙頭角的內容來介紹一下! 今次入村, 幸好碰巧他們村長換屆選舉之後的慶功宴, 算是第一次小型的城市, 也有不少村民專程由外國回來聚一聚, 而且無奈就到新年, 所以很熱鬧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頓盆菜! 今天剛巧有觀眾認得我, 所以主動邀請或家商快捷, 叫我進來吃一份! 這真是一次求之不得的體驗! 人生第一次在圍村入面吃盆菜, 好感覺到不得了! 還有村民之後, 今晚在這裡過夜, 還叫我去家裡一起吃飯! 真是好幸福, 這個待會就慢慢分享! 想不到的是, 和我同台吃飯的已經有一位101歲的人碎, 王八! 101歲了! 照樣堆男妹吃燒肉, 只是有少少撞龍, 但咸得吃得, 腰骨挺直, 個人相當精神! 這件事真是不簡單! 他的示範給你看, 活得活得, 吃得開, 就是長壽的秘訣, 就是這麼簡單! 至於今餐盆菜, 吃的東西真的不是重點來的, 普通盆菜, 你一定吃過的! 在這裡吃的是一個氣氛, 吃的是很多不同的家庭, 雖然已經各散東西了, 但久不久還有機會聚首一堂, 像大家族一樣, 食餐便飯, 聊聊天, 那種Bonding, 真的很難得! 所以在沙頭角十約當中, 即當年那十個聯盟, 只有兩個約, 還會搞到太平清照, 而慶春約這一個, 是十年搞一次, 規模相當成大, 籌備時間會長達一兩年, 到時會有更多村民, 特地回來參加, 靠的就是這份凝聚力! 在村口廣場這邊這麼大片空頂, 你會見到有兩座都是建於光水年間的古蹟, 分別就是協天公和學山寺, 前者是供奉協天大帝, 即是關公, 後者是供奉觀音菩薩, 這位置夠大夠空曠, 所以很多時喜慶事都在搞, 例如今日那餐小型的盆菜宴, 或十年一度的太平清照, 都會在這進行! 週末那時, 會有很多不同的生態道想團入村參觀, 有時拍大合照或自由活動之後, 回來集合地點都會選擇在這位, 所以廣場無時無刻都非常多人很虛陷! 週末那時, 會有村民在賣茶果, 賣豆腐花, 還有其他小食, 好正的, 真是他們親手自己做的! 我晚刻去了這位群英姐的屋企吃飯, 他煮東西真是很棒, 不過數量有限, 手快有,手慢沒有! 那時未到十二點, 他整桶豆腐花已經賣光, 我剛巧還差幾個位才輪到我, 還被群英姐黏著我來笑! 另外就是, 如果有村民在教製一些茶果工作方案, 都會在這位置教, 英仔姐示範了一次怎樣做雞屎藤茶果! 茶果那些美食, 小時候喝茶都還會見到, 現在真是適微了不少, 偶爾去回鄉土情環濃厚的地方, 例如彌島、西貢那些地方, 才偶爾見到婆婆賣茶果! 你站在一邊看看英仔姐做的, 他工多藝術客做得很快手! 他是將糯米粉和尖米粉按比例混合後, 就倒一些煮滾雞屎藤汁水下去! 雞屎藤他說老的和暖的都會用, 老的就用多些,出味一點! 倒下去之後, 就是插了! 之後蒸出來有多嚴硬, 就要看你現在插的功夫有多好! 插完之後, 就像精點心一樣, 就包上炒香的芝麻、花生、黃糖的餡料, 然後就埋回口, 那一件茶果就完成了! 你看他做, 真是不算難做, 但因為造型比較樸素, 吸引不到人, 而且他是好講新鮮, 所以餐廳很難遇到數量和成本, 所以為什麼現在市區越來越少見到他? 是要入到村裡面, 才有機會吃到這些幾乎處於半失存狀態的味道! 就是因為即煎、即蒸、即食, 所以今次是我第一次吃到新鮮蒸出來的茶果, 即是出爐幾分鐘後, 更悶悶悶的狀態, 就馬上吃了! 那層清香, 那個煙韌落口的質感, 是沒得頂的! 但平常見到那些, 是用過蒸爐來補溫, 或者再直接一點的, 是已經用過膠袋獨立包, 還有一個購買的, 是沒得跟新鮮出爐比! 這個真是超好吃! 不過很可惜的是, 我見到相當一部份團的形式, 是比較走馬漢花一點的! 聽見村民說, 原來有很多團都是這樣的形式, 就是他們的路線普遍都是從沙頭角出發, 來到荔枝鍋, 不過逗留一個小時都不夠, 之後就要趕著搭船去吉澳吃東西, 然後再要去鴨酒店! 這樣繞一個圈, 行程好像很豐富, 但每個地方清停點水, 都沒見到多少東西, 就要趕頭趕命要走了! 其實這樣的意義真是不大, 你要吃茶果, 看村屋的話, 真是不需要進來這麼山卡的地方! 而這裏的獨特之處, 不單是食物, 不單是建築, 其實是一個整體的文化, 而文化這件事, 是需要靜下心來, 慢慢走,慢慢看, 跟村民聊聊天, 他們是好好聊天, 是要這樣, 才能感受到荔枝鍋的美妙之處! 例如我問到村民, 我才知道為何村口這家學校, 叫小型學校, 我直觀地把型字, 和日本東營掛勾, 但其實在三百多年前, 在創村的曾氏族人, 就是來自山東的大型村, 來用異鄉之地, 建建一間小學, 當是留在私鄉印記, 所以叫小型學校! 所以聽村民說, 那時的生活點滴, 是好好聽, 是千萬不能錯過的體驗! 好啦, 大環境, 先說到這裡, 現在我們來入村之勢來感受一下! 下家民居, 雖然很減薄, 但非常實用, 又環保團體翻身了一些民居, 比人對於農村生活, 有一個可以更沉浸式的體驗, 始終在過一晚夜的感受, 是會比就這樣做茶果, 採取農作物, 體驗會深刻很多! 但民居在這裡, 不要預計是很奢華的住宿, 他都是想盡量保留傳統的風貌在當中! 客家屋, 有一個典型的佈局, 就是一入門口, 右邊一定是造頭, 左邊一定是玉石, 因為客家人相信水旺財, 火旺丁, 而一入門口, 就要丁財兩旺, 拿個異頭! 這間屋的前半部分, 就是喜居飲食的地方, 而後半部分就是睡房, 至於角樓, 就多數用來存放糧食和雜物, 你叫屋裡的傢俬不多, 就是一枱四椅, 又一張木板床, 加一個櫃, 很簡單而已! 入到睡房位置, 就純粹在睡覺的地方, 擺完兩張床後, 都沒有多餘空間, 亦都不講求柳底高度, 如果從現代角度來看, 是頗有壓迫感的! 這類傳統風格的民宿, 就只回到這間屋, 結構沒有什麼改動, 只是加裝了有冷氣、風扇之類, 浴室當然是現代化, 但配套都是一齊重簡, 如果在這裡住, 我覺得還原到鄉郊生活的精髓 除了適合傳統的翻身民宿外, 也算是改頭換面了設計的新式民宿, 採光明顯見到好多, 中間還有天井, 新內裝修特技, 還在台灣仍有簡單民宿的感覺, 雖然是簡單的佈置, 但風格偏向日式的簡約風格, 所以村裡有好幾個展館多值得看看, 例如在鄭村上一走進來, 就已經有一個做得相當好的荔枝窩故事館, 它在一間長期熱鬧的二百士多隔離, 我將一間兩層民居活化成一個展廳, 剛剛說了這麼多荔枝窩的故事和有趣的知識, 都是我看完這裡的剪版消化完後再表達出來, 挺好的真是, 它有圖文並謀, 又有無形的幫助了解, 因為有很多內容一條片不可能講得完, 如果你有心想了解這裡的風土文情案, 一定要來看看它! 樓下這層多數從地理, 從歷史角度去講客家文化, 樓上那層就是從風族去講, 會更生動更多實際的故事可以看到, 例如我好喜歡它有一部份是講婚嫁習俗的。 在以前那麽盲婚雅駕的年代, 再加上客家文化有個明顯的重男輕女傾向, 需要一些嫁取流程, 而一定跟我們現今世代所經歷的有好大分別。 我欣賞它不是很生硬地動幾塊指紋出來解釋就算, 它是會設計到一些機關在這裡, 給看的人都會有互動, 不單只可以看到它的歷史, 還可以摸到它的歷史, 還可以揭到它的歷史。 而有個位, 是要大力一讚的就是, 它弄了一棵茶樹出來。 因為結婚所說的, 食人地茶禮的茶字, 就是茶樹的意思。 它將十幾個村民的愛情故事, 掛在茶樹上, 用插畫做封面, 揭開它就會見到故事在當中, 是好有心的靜德。 這個這麼有心思的展館, 我也不知道籌備多久才搞得怎樣。 但很開心, 有人能夠這麼尊重它們搜集回來的資料和故事, 並且肯花心思將它們設計成能夠吸引到人去看, 去揭,去感受的形式。 真的很有心。 這個故事, 有沒有人肯去聽, 聽完有什麼得著, 其實在乎講故事的人用什麼方式去講。 所以我每次見到精心設計的展出, 都真心覺得, 是需要給點掌聲鼓勵一下背後默默付出的人。 你們如果一場來到的話, 千萬別吃完茶果就好了, 這些文化結晶很值得仔細品味一下。 這麼有質素的展館不止這個, 在村廣廣場上, 都有一間叫小型故事館的展廳, 它就是活化了小型學校的擴建校舍, 將它變成一個講七川簡史, 講以前的生活點滴, 講跨川買賣的貿易是怎樣進行, 又會講一下學校點樣的一個展廳。 那麼這幾個展廳彼此之間所講的內容, 大致上都是不重疊的, 而且這些展品設計得相當好, 是很適合帶小朋友來給它用一些生動的方法, 去學下本地的歷史。 當然啦, 最新動的歷史, 莫過於能夠放進口, 吃完它那些。 相信群英仔家的廚房, 是很多師奶夢寐以求的尺寸, 它夠了闊落, 那些東西怎麼放都可以? 就算是新拍了這麼多的設計, 你還會見到以前的煙通在這裡, 即是這一條, 不過傳統的造糖, 就用來擺東西了。 因為今天多人回來吃飯, 所以群英仔蒸了一些豬肉盆和扣肉。 那我就有食神了, 能夠試到地道風味, 真是家常便飯會吃到的正宗客家菜。 今集我不會很詳細地說客家菜的歷史演法, 如果講完這條片整個小時, 但我想分享一些有趣的知識。 例如, 你知不知道, 客家釀豆腐其實是源於北方的餃子。 因為客家仙文原本住在中原地區, 是會生產小麥做麵粉包餃子吃的。 後來遷到來南方的魚米之香, 就不流行種什麼小麥做麵粉。 所以他們思香的時候, 就會用餃子的餡料, 即是豬肉餡料, 釀入豆腐裡面, 再煎香它。 那就是這道客家名菜的由來。 至於鹹雞, 即是鹽焗雞, 以前粗鹽不貴, 但雞精貴。 所以雞吃不完, 就會用粗鹽覆蓋住它, 防腐, 然後第二天再蒸回來吃, 只這麼簡單。 就是因為要珍惜食材, 要折鹽, 所以有了這道菜。 不當然了, 家裡吃飯不會用幾斤鹽焗雞, 所以就會演化出鹽水雞這個做法。 你見客家菜式很樸實無話, 因為農家風味, 就是講求實用。 而且你會發覺, 客家菜是偏鹹的, 也會見到不少醃製食物的菜式, 例如梅菜扣肉,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醃製的文化, 就是因為客家族群在鮮過程中, 想出來一個既能夠方便攜帶, 又能夠方便保存的一個技術。 那麼喜歡吃鹹的, 就是因為人們樂田辛苦, 消耗很大, 所以喜歡吃鹹鮮濃味的菜式, 就算是補充流失了的鹽份。 如果真的講開扣肉這道菜, 本地客家菜多數會吃芋頭扣肉。 話說本地客家飲食文化和東江菜雖然類似, 但不是同一個族群。 東江菜是在戰後來到香港, 原本住在梅州山區的客家人, 可以算是淡水客家。 而荔枝旺文化追溯到清朝初期, 是習慣了沿海生活的鹹水客家。 所以就算大家都是客家飲食文化, 但仔細的體穩都有一點點分別。 我今次就走運走到腳至尾, 吃到這個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原汁原味的古早客家菜。 說到食粒, 我知道很多人一進來, 就會被正門口的這間二百士多吸引了注意力。 但相信我, 你忍一忍, 你走入少少, 就會找到土生土長原居民所開的, 更地道的客家風味。 如果不想吃正餐的話, 這間明記茶座的出品相當出色。 這條村的東西不大, 走幾步就找到。 地方不算大, 都是村民的小本經營, 食材準備數量有限, 所以手快有, 手晚無。 而另外還有一檔的技士多, 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山水茶料風格。 其實在這裡吃東西, 主要吃的都是這種一點都不需要化的味道。 吃的就是在茶餘飯後, 也能跟村民搭山, 也能閒話加上下的那種人情味。 這些就是吃正餐的地方, 但其實簡單單吃的輕盈點的消食都有幾間選擇。 例如有這些士多, 很簡單的買荔枝窩的特產, 還會將它們融入雪條裡面, 做些薑黃菠蘿雪條、 蘿蔔芫茜雪條、 咖喱葉雪條等等。 口味相當破價, 在市區是聽都沒聽過。 其實我一進來之前, 就已經知道這裡有什麼特產了。 因為我之前在中環加線, 看到一個關於慶春藥的展出。 那些位置一點都不僅僅, 但也好, 就算是善用了位於側面的樓梯位。 那時我拿著幾頂年糕, 剛好經過, 所以見到而已。 其實它是做得很有心的, 但可能是入口容易失去, 所以似乎沒什麼人留意到。 它有個位置可以設計到, 讓你聞到這裡的特產。 我才知道荔枝鍋的咖啡, 薑,還有蘿蔔這些都值得一試。 如果你有興趣客家文化, 但又嫌這個地方太格涉太遠的話, 最起碼你經開中環加線的話, 因為這地方可以了解多一點。 除了時代之外, 你沿著路走到村的最後面, 還會找到一間好骨子的麗林咖啡。 在幾年前荔枝鍋村逐漸復家時, 店主嘗試在這裡種咖啡樹。 我產量不多, 但也算是一個新嘗試, 起碼給我有機會品嘗到本地的咖啡香。 我另外種了一些薑黃、肉薑、金吉的那些。 自家曬再磨成薑黃粉, 好有心的。 這裏所說的自家曬不是口號來的。 我昨晚在群英姐家吃完飯後, 麗林咖啡店主說他煮糖水, 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見識到原來他家裡, 是真的會放滿這些曬緊的農作物, 以及醃了幾年的咸金吉。 那些東西是放了大半個廳那麼滿的, 真是一手一腳踏石仔的做出來。 例如他講給我試試那碗薑黃湯丸, 吃完個人, 嫩粒粒, 很棒。 溫而不醋, 香而不辣。 這些貨真價實的農村家味道, 很好吃。 這裏有好幾間好有心的小店, 桌子不算多, 但東西都是用心去做的。 例如, 在鄭村口那間200士多, 旁邊已經有一間被他遮住了, 但好有心思的小型茶座。 我第二天睡醒, 就在這裏吃早餐。 店主Anna 鄭好客, 他手上暫時只有兩包荔枝窩咖啡豆在手, 他都沖了一杯給我試試。 這些限量風味, 是要好好珍而重之才行。 我還在那裏買了一瓶陳肥冰糖燉檸檬。 他做些東西, 好吃的, 還好肯分享村內的文化抵問給我聽。 跟他聊聊天, 都真是擴闊了不少眼界。 好了, 今集尋味荔枝窩的內容就到這裏了。 好感恩的是, 這裏村民每個都好好客, 亦都好欣賞他們, 每一個人對於自家文化都感到自豪。 是一班真是樂在其中, Android 鄉土風情的有心人。 所謂的文蜂純朴, 我所指的大概就是這樣。 他們活得好簡單, 但同時都活得好豐盛。 不好意思, 一個不覺有條片講到這麼長氣, 但真是好想仔細分享一下, 這裏這麼有愛的地方給大家認識。 好了, 今條片, 你到這裏,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下條片再見。 其實我看完美, 我們下잡了問題, 你馬上翻jac音樂, 我們下果把它看到未餓, 我們下載了忙。 你的帳範圍 只往下載的 Edgar Cay 子欄扅。 我ピーマラモ東希望, 你們的帶 από幾夫婦。 少爺了,少爺了有你 少爺了 少爺了有你 少爺了 少爺了有 少爺了